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好 大家請大家平安 我们在21天的禁食当中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经历 为什么要特别罩我 在21天 我前面10天 经历一个很大的 体重一直往下掉 这两天比较特别 因为前10天比较 就在操练只喝水的一个进食 然后后来 因为接下来的两天 我要陪我小儿子去爬山 因为学校的活动规定 那那个爬山 如果我继续再不吃东西的话 我可能会挂在山上 我怕被一群五年级的孩子 背下山你知道吗 我怕有山难事件 所以这两天就 从流止慢慢开始 有一些的恢复 然后下个礼拜 大家知道下个礼拜 其实我们最后的结束 是在23号跟24号 那23号跟24号 也是所谓的普尔节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感动 就是在鼓励 下礼拜二 三 四 就是我们21天一开始 我知道有很多人 21天一开始是三天 跟着整个教会 有比较可能全静的方式 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也鼓励大家 其实在二二 不是在二二 在十九 二十 二一 在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可以在最后一波 这样的一个三天的 一个进食当中 那我真的是鼓励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相信 整个的普尔节 其实讲到的就是 以斯帖逆转圣的一个故事 或者是犹太人 在灭族的危机当中 神怎么样在他们当中 为他们成就大事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关键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鼓励 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可以参与在当中 就是十九 二十 二一 二三 四 我们再一次 对焦在这个进食当中 然后呢 在二三跟二四 我相信我们会在 一个得胜当中 结束我们的进食 Amen 那下个礼拜的 下个礼拜的青宠 也非常非常的特别 下个礼拜不只是我们 不是青宠 联合崇拜 对不起我还活在一个 古时 这都是 一切都是进食的 进食 记忆有点 那个 所以下个礼拜 不只是我们的联合崇拜 我们 转地 转去 转到这个 宣教大楼 转到宣教大楼 真的 真的 我们在 我们在宣教大楼 然后呢 那那一天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 联合崇拜的弟兄姐妹 也有 还有许多 一些 其他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会参与在 这样一个聚集当中 因为我们真的相信 神要做大事 所以 那一天 我也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 先预告 那一天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 平常的讲员 这一次 他们整个 美国的团队 也会派 派同工 来到我们当中 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 特别是神 把一个热情 放在他们的里面 那其实我今天 是为下个礼拜 做铺陈 做预备的 因为其实今天 我所分享的信息 也是在这两个礼拜 我们进食当中 他们整个的团队 开始领受的一个 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 主题是什么 今天分享的是 神要兴起 拿希尔的一个世代 神要兴起 一个拿希尔的世代 其实在 在这两个礼拜的 祷告当中 当我们 有很多很多的 一个领受 可是我们在领受 神要在台湾 兴起一群 自愿参与 投入在宣教当中的 一些的弟兄姐妹 而且成为 列国万邦的 祝福之前 神会兴起 一群拿希尔的族类 那我们要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其实是记载在 《世诗记》 第十三章的里面 那我今天会一边分享 然后我们会一边 一起来祷告 所以这个信息 不只是 弟兄姐妹 你用你来听 讲道的方式 你也在祷告的里面 我相信神 今天要透过这篇信息 来眺望我们的灵 因为神已经把 很多很多 复兴的种子 放在我们当中的 弟兄姐妹 我真的觉得 这个二十一天 真的是太 不只是精彩 我真的觉得 这是圣灵的风 的一个神圣的时刻 而且对我们教会 是一个神圣的邀请 所以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 我不管 你过去这 十四 今天是第几天 十三 不管这过去十三天 你是用什么方式 参与在这样一个 进食当中 我要告诉你 都来得及 都来得及 即便你都没有参与 你也不是一个局外人 都可以跟得上 都可以跳进来 所以今天 就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 你可能前面 已经拼过了 第一周 然后现在你在一个 好就跟着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是 这一波圣灵 要造访跟工作的 不是对象而已 是主角 跟你旁边说 你是主角 所以好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神 求圣灵 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 求神 求圣灵 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 亲爱的天父 我们到面前 向你献上感谢 圣灵保卫使你 这时候就运行 在我们当中 父神我感谢你 因为这21天的进食 不是仁义 不是人的计划 是圣灵 你在创世以前 你就为台湾 为你的百姓 所预备好的 一个神圣的邀请 跟神圣的约会 因此主 我为联合崇拜 不管是在实体 或者是线上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来祷告 主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你亲自来恩高 你亲自来高摩 圣灵 你把你的印记 捞印在他们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让他们清楚知道 这不是一篇 任何的信息 这也不是一篇 对别人说的信息 乃是神 你亲自对他们的灵 说话 奉主耶稣的名 主我祷告 每一位 听见这个信息的人 灵里面都要苏醒 主我向你来祷告 就在这个时刻 圣灵你运行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 绝出的圣名 阿们 我们请翻开圣经 我们要来读 诗诗记 第十三章 诗诗记第十三章 第一节这样说 以色列人 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将他们 交在非利士人手中 四十年 对我们姐妹 这个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当时以色列的整个光景 那个光景是什么 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以至于整个的国家 陷入到一个被掳的 一个败坏的一个光景当中 万句话说 整个国家面对到的是一个极大的危机 是在压制的里面 是在被侵略当中 是仇敌可以任意偷窃 杀害 毁坏的一个光景 可是弟兄姐妹 在最黑暗的时刻 神有祂的答案 Amen 在最黑暗的光景当中 神有祂的解答 那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故事 第二节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 是属弹族的 名叫马挪亚 他的妻不怀孕 不生育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 对他说 向来你不怀孕 不生育 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你当谨慎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也不可吃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因为这孩子一出胎 就归神做拿士尔人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非利式人的手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 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 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 甚是可畏 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 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 却对我说 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也不可吃 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 必归神做拿士尔人 弟兄姐妹 面对一个国家的危机 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中 我们说神有预备他的答案 那个答案是什么 就是神要兴起一位拿士尔人 神的答案是什么 神要兴起 圣洁的百姓 属神的子民 兄姐妹 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拿士尔人 这是神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被掳的光景当中 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神的答案是什么 是拿士尔人 那拿士尔人 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拿士尔人 其实是记载在民述记第六章 这个没有在经文里面 没有在powerpoint里面 其实民述记第六章 其实讲到了 就是有一群人 当他们愿意分别为圣 最重要的核心的观念 拿士尔人 他们是分别为圣 归于主 是超越圣经 对于一般神的百姓的要求 但是他们愿意跟随神 愿意把生命归向他 而且尾声牺牲奉献 而且对神的那个尾声 不是因为宗教的规条 不是因为教会的要求 也不是因为辅导规定要这样做 而是因为他们对神 有一个很深的渴望 所以拿士尔人的条例 在民述记里面 都是个人性的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圣经上说他们会许一个愿 意思说我要尾声的跟随神 我要尾声的爱神 爱神到一个地步是毫无保留 毫无隐藏 完全的投入 没有任何的保留 所以这是神 在面对最黑暗的局势当中 这是神的解答 可是我们来看 我们都知道这是参孙的故事 在当时 这对夫妇 是不怀孕不生育的 可是神的灵开始运行 主的使者对他们说 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 如今你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弟兄姐妹 就像参孙一样 你知道参孙 在这个故事里面 神预备了这个拿士尔人 你要知道 他有一个什么 他有一个超自然的出身 他有一个超自然的出身 因为父母原本是不能够怀孕的 他有一个超自然的出身 而且这边说什么 他说 所以你当谨慎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也不可吃 你必怀孕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因为这孩子一出胎 就归神做拿士尔人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所以这个孩子 注意听好 他有一个超自然的出身 而且 他有一个超自然的呼召 非常特别 他在母妇中就被分别为圣 一般拿士尔人是什么 你要自愿 你要自己渴望 但是他在母妇中 因为他是超自然的出身 所以他是超自然的被拣选 有一个超自然的呼召 而且那个超自然的呼召 超自然的命令是什么 我刚刚咬到自己的舌头 那个超自然的命令 是什么 就是他要成为拯救 我再说 面对最灰暗的环境 神的答案是什么 拿士尔族人 拿士尔 要成为 神拯救的百姓 神拯救的器皿 所以在他们身上 有一个超自然的呼召 就是神要兴起他们 带下拯救 兄姐妹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 参孙一样 你我 都有一个超自然的出身 除了我们 被生出来之外 我们都经历了重生 在你我生命里面 都有超自然的拣选 我们在母妇中 神就晓得我们 神就认识我们 弟兄姐妹我也要告诉你 在你身上 特别是在这两个礼拜 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当中 所有的弟兄姐妹 台湾的转化 跟台湾的拯救 跟台湾这个国家 归向神 你是关键的主角 有一个荣耀的呼召 有一个荣耀的拣选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跟残孙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来看 诗诗记第十三章 第八节 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主啊 求你再拆遣那神人 到我们这里来 好指教我们怎么样带 这将要生的孩子 这对夫妇 其实很害怕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预言 他们没有办法生育 有这样的一个预言 临到他们 说接下来你的孩子 会成为全地的拯救 可是神对他有一个呼召 什么样的一个呼召 他要成为拿西尔人 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诛也不可吃 剃头到不可剃他的头 他是分别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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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来了 虽然他们求神 派神人再一次到他们那里来 教导他们 怎么样能够 你说教养也好 对待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 所以神人真的向他们显现 在第十三节十四节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 我告诉妇人的一切是 他都当谨慎 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 清酒浓酒不可喝 一切不结诛也不可吃 凡我所吩咐的 他都当遵守 所以这对父母有没有教导 有 可是问题是 他们教的是什么 规条 可是我在说 整个拿西尔人 他最重要的核心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听好 不是外在宗教式的分别为圣 是心里面的分别为圣 所以你在整个 《诗诗记》第十三章的后面 你看到参孙 参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会发现 他跟这位神没有关系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超自然的能力 在他的身上 他是用来怎么样 立即 可是兄姐妹 我相信 神要兴起的拿西尔族类 不会像是参孙一样 Amen 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一季 非常重要 当我们在这里学习 One voice One song One God 当我们在学习 怎么样成为一位敬拜者 因为参孙不是为敬拜者 弟兄姐妹 我真的相信 我也看见 神的灵 已经运行在 我们的年轻世代 神的灵 已经浇灌在 我们的年轻世代当中 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我确信的 我也看见 而且会更大的浇灌下来 可是问题是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生命 可以承载这个恩膏 因为神的能力已经运行 就像神的灵感动 参孙一样 It is moving 可是我不确定的是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品格 可以承载神的荣耀 因为你注定 置身在荣耀的里面 可是这个恩膏 这个能力 这个在你身上的拣选 如果你不明白 它的目的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你虽然来教会 可是你仍然在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放荡你的人生 你仍然活在罪中 就像参孙一样 有一个超自然的出身 有一个超自然的拣选 有一个超自然的呼召 有一个超自然的命定 承载了无穷的大能 在他的身上 可是他没有办法胜过的是什么 他的欲望 所以你发现 整个的参孙的故事是什么 他只要看到 弟兄姐妹 他只要看到 他的心就被抓到了 弟兄姐妹 在这21天的禁食 我感觉神在对我们的 年轻的弟兄姐妹 年轻的世代 包括我们联合崇拜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神在挑战的是 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什么 因为我们的眼目 你知道 当我们的眼目被抓去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刚才我们说 我们倾倒爱慕 在他的身上 我告诉你的爱慕 早就已经被分刮了 你倾倒的都是 剩下来的passion 你知道吗 你所有的爱慕 已经被所有你的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 都被分刮了 你如果没有办法学习 胜过你的欲望 丢姐妹 即便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呼召 即便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出身 即便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命定 超自然的拣选 甚至神的大灵运行在你身上 我要告诉你 就像参孙一样 有一天 生意上说什么 他出去 事实记第十六章 第二十节 大力拉说 说 参孙啊 菲利士人拿你来了 参孙从睡中醒来 心里说 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他却不知道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菲利士人将他拿住 挖了他的眼睛 带他下到加萨 用铜链拘锁他 他就在肩里推磨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 又渐渐长了起来 所以发生什么事 参孙认为 他可以 一边活在世上 一边活在世界的欲望的里面 仍然拥有神的恩高 仍然活在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的里面 他没有想要改变他的生活 他没有想要活在圣洁的里面 他的道德的标准 不断地妥协再妥协再妥协 他也觉得无所谓 他跟这位 创造他 拣选他 给他能力的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所有的爱慕 没有要倾倒在他身上 都倾倒在他所有 个人的欲望的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让他火热 除了神之外 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 我感觉在这21天 神在炼尽我们的渴望 神在炼尽我们的热情 我也要这样说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这21天 神也在炼尽我们当中一些人 你的关系往 你的人际关系 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神正在炼尽 你的感情生活 那一天 禅神从睡中醒来 心里说 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他却不知道 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弟兄姐妹最可悲的是什么 一开始神的拣选在残孙身上 神的呼召在残孙身上 有一个荣耀的呼召 荣耀的使命 是要拯救整个以色列百姓 脱离非利世人的挟制 他运行在神的大能大力的里面 可是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我真的看见到 我也见证到 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里面 年轻的弟兄姐妹 神的灵 真的很深地在触摸 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我为这个向神献上感谢 但是我也知道 多给的神也会向我们多要 意思是说 神对我们的生命 神对我们的尾声 神对我们对他的一个爱慕 是有渴望的 因为对参孙来说 那一天当他起来的时候 他说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却不知道神的灵已经离开他 以至于非利世人将他拿住 挖了他的眼睛 带他下到加萨 用铜链拘锁他 他就在肩里面怎么样 推磨 弟兄姐妹 当你在最终 当你跟罪妥协 我不是说我们生命里面 没有挣扎 可是当你允许自己活在最终 我要告诉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会被罪 瑕疵 这边说挖了眼睛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 他会把你的意向 跟你的梦想 夺走 他会把你的那个热情 在主里面的那种意向 渴望 夺取让你 这边说什么 用铜链拘锁你 他就在肩里面怎么样 推磨 你知道推磨是什么 就是你每一天重复做不断的动作 你其实就是在生存而已 你里面没有任何的渴望 你每一天都是照旧的 早上起来 上班 过日子 上课 考试 过日子 你里面的梦想 早就死去了 神放在你里面的意向 早就已经模糊 看不见 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你陷入到低沉的里面 你陷入到忧郁的里面 因为人生就是一成不变 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 日子就这样过吧 可是弟兄姐妹 你真的要相信一件事 这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呼召跟命定 你知道你的生命有多荣耀吗 可是当你看看周遭的人 好像 他们的渴慕就这样嘛 好像来到教会 已经很了不起了 来参加小组 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还可以再更多爱神吗 有这回事 兄姐妹我要告诉你 刚才我说的 参生从来没有对付他的生命 一直以至于他被他的欲望给吞吃 他每一次去看 他看到的他就要 他看到的就被吸引 他看到的他就被迷惑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 我们 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而唯一 唯一可以胜过这个欲望的方式 我告诉你 没有别的 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你毫无保留的 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 这是你唯一可以脱离 抽敌网罗的方式 你不可能可以一脚踏两条船 一边服侍神 一边活在世界世俗的价值观的里面 一边拥有世界 一边拥有跟神的关系 没有这回事 你以为你在拥有世界 没有你是被世界所拥有 你是被世界戳瞎了眼 失去了你的焦点 失去了你的目标 失去你的方向 你绝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最后这边说什么 当他的头发被剃之后 又渐渐的 长起来 残神的头发 渐渐的 长起来 我相信神借着这21天的进食 神尝试要告诉我们的是 神在我们国家里面 已经预备好 逆转圣的种子 一个反败为圣的关键 神在我们的国家 已经孕育了一群 拿西尔的百姓 是他们愿意爱主到一个地步 他们愿意放下一切所有的 他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 到一个地步 是不再保留 他们爱神到一个地步 是 任何拦阻他们继续为神火热的 他们都甘愿放下 即便那些东西不是罪 但是那些东西如果没有办法 如果让他里面的火有一丝的交细 他们看中的 不是我可以 我只要做到标准就好了 我跟神的关系只要稍微大标 要领袖几张 多久时间 他们对神的尾声是没有天花板的 是没有限制的 兄姐妹 允许我这样说 神正在我们当中 把一个专一跟随他的热情 放在我们中间 我要说的是 过去可能这样的人 在我们当中看起来 比较像是怪咖 比较不酷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今天当我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里面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渴望 因为我知道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感动 放在我们当中 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的里面 只是你在那边呐喊着 我真的可以这样疯狂的爱他们 因为我周围好像看不到 我真的可以毫无保留的 跟随他们 六姐妹这样的一个呼召 在24年前 24年前 很深的影响北美的 一群年轻人 他们疯狂癫狂的爱神 进食祷告 24年前在美国有一个 极大的年轻人的 一个觉醒的运动 那个运动叫做The Call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一次The Call Movement 这个年轻觉醒的一个祷告 进食祷告的一个运动 他特别领受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 叫做Lew Angle Lew Angle牧师其实这一次来到台 Lew Angle牧师没有来到台湾 这一次来到台湾的 在这七八十位的团队 其中很多核心的领袖 都是Lew Angle牧师 他的门徒 或者是他的属灵的孩子 那为什么我要稍微介绍 这个The Call Movement 因为这个The Call Movement 其实跟台湾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在1997年那时候 其实Lew Angle牧师那时候 还没有领受The Call 这样的一个意象的时候 你知道The Call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觉醒的一个运动的意象 包括这一篇 兴起拿西尔族类的一个信息 来瞧望当时北美的年轻人 这样的一篇信息的感动 是从哪里开始 其实是1997年 当Lew Angle牧师 跟一群在北美 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 台湾的孩子住在美国 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圣灵很大的浇灌在他们当中 圣灵把这个感动 就放在他的里面 我记得差不多五年前 我在新加坡 在一个特会当中 我碰到Lew Angle牧师 我就说你要来台湾 我是从台湾来的 你要来台湾 他就整个眼睛亮起来 他说Yes 他说因为你知道吗 The Call Movement 是台湾人 是台湾人 在美国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圣灵很大的浇灌下来 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 所以当他们团队 这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领受同样的一个恩膏 他们说24年过去了 当年这样的一个祝福 是透过一群台湾的留学生 在北美 带一下 祝福了北美的年轻人 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觉醒 神借着他们 在这21天来到台湾 所以他们说这是一个full circle 是他们要来告诉台湾的 说年轻人 决心吧 因为这是你们的时刻 这是台湾的时刻 这是台湾拿西尔族人 兴起的时刻 只要当他在 所以他 他就分享一个故事 在2000年 他们要 办这个 The Call的聚集的时候 他们其实后来办在 华盛顿首府 一个很大的 一个草 一个广场那边 一个草皮那边 聚集了40万个年轻人 他说他们在预备的时候 他其中一个儿子 叫做Jersey 那时候他12岁 有一天他就突然跑来 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在我的梦里面 我看见有两个帮派在 对干 一个是神的帮派 一个是魔鬼的帮派 然后在那个梦的里面 我就去问神帮派的 那个领袖 请问 要几岁 才可以加入 可以下去跟他们对干 然后呢 他说那个神帮派的领袖 这样回答他说 他说 之前是要21岁 但是最近 我们刚刚改了 不需要21岁 只要12岁 就可以下来打 然后他就问他父亲 他说 爸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时候Jersey刚好 12岁 他的父亲转向他说 他说 我觉得神在邀请你 12岁 就像耶稣 就像耶稣12岁 他说 我岂不以我的父的事为念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应该超过12岁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神要用的是年轻 甚至是孩童 神要兴起 反转这个国家 带这个国家 进入到神预备的 命定的里面 所以 他的儿子听完之后 他就跟他父亲说 那爸 我接下来要40天进食 他说我要40天进食 纸和果汁跟果息 40天 他12岁 后来40天也过完了之后 他跟他父亲说 接下来 我今年棒球球季 我不打了 我不打棒球了 我要跟你一起进食祷告 所以从现在 到 The Call 聚会还有7个月 我要蛋以理进食 我不吃任何的肉 我也不吃任何的糖果 任何的甜食 神就把一个 很深的很深的一个 渴目放在他的里面 接下来有一个影片 我要给你看 就是很短的一个影片 一分多钟 两分钟 不到两分钟的一个影片 其实就是 那一天 在24年前 在华盛顿DC 40万的年轻人 自愿性的聚集 那一天是12个小时的 进食祷告 他们没有 任何的 没有公布讲员 没有公布敬拜团 敬拜主领 那天会做什么事 他们只有说 我们那一天 我们就是聚集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进食祷告 我要你来看这个图像 因为我真的相信 神要在台湾做 更荣耀的工作 然后我要你听 这个12岁的孩子的 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 I just pray you would raise them up in the name of Jesus at a young age Lord at 12 instead of 21 Lord at a young age Lord I cry out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raise them up over this whole mall Lord I just pray that the long ears rise that the long ears rise 最後那一句話 就是意思是說 餐生的頭髮長出來了 弟兄姐妹過去 我們可能是在一個被露的光景當中 可能你在世界上面 你活在一個妥協的光景的裡面 好不好今天我們來到主的面前 我們跟主說 主讓我裡面的那個渴望 專心的屬於你 不再活在任何的妥協的裡面 因為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 神在台灣要做同樣的工作 神已經在我們當中做同樣的工作 我真的看見神的靈已經在 攪動我們的下一個世代 神的靈真的運行在我們當中 在這21天的禁食禱告裡面 我要給你看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個 這個影片沒有聲音 但是 這是一個幼兒 在我們上個禮拜 在第一週的一個 她自己跑到陽台 這是一個不到三歲的小孩 你看看她 在21天禁食禱告當中 她的回應 我們來看這個 她自己一個 她跟她媽媽說 我要去陽台 我要去跟神禱告 兄姐妹你看見了嗎 你看見到她的渴望 我知道你也渴望 只是你的渴望被很多東西分割了 你的熱情被很多的東西分割了 還是今天我要挑戰你 今天聖靈在對你的心說話 好不好我們從位置上站起來 你再幫我放那個第一個影片 我們放完這個第一個影片 我們就要一直來禱告 不要你聽這個孩子的禱告 因為她沒有做局外 她說如果神你要刑起那些人 我願意成為那第一個 我願意成為那第一個 祢就開始來禱告 開始來禱告 你開始來回應神 讓你的心被他吸 讓你的心被他抓住 靈性在你的腸上 鍵靜在她的身上 靈性在她的身上 神的靈在我們身上 神的靈在我們當中 神的靈在我們當中 神的靈在在我們當中 你還要三輕二一要多久 如果可以的话我邀请你 找一个地方你跪下来向神来祷告 再次把你自己献上 Cry out Cry out 祝你来兴起我 如果你旁边有位置 你来到台前 台前有很多的位置 你来到台前 如果神的灵力停在你身上 你来到台前 你向他来呼吸 你向他来呼吸 祝你炼金的火 祝你炼金的火 分手 分手 跟宿命火 转移转移归向他 转移归向他 所以就说 我基本的灵力停在这里 我终于我们会把你的悲 Feeling 然后女生 2010 完全的归向祂 完全的归向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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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我们继续穿住在神的面前 我感觉有一个炼镜的火药浇灌下来 我们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 你一边爱主 一边仍然享受在罪中之冷 不是要带着控告跟定罪 而是今天神要来炼镜你的生命 神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要三心二意多久 没有 如果祂是真神 你就单单的来拜祂 你就单单的来侍奉祂 你就单单的来侍奉祂 要来窃取你的印象 还要断开那个铜链 还要断开那个锁链 在你的身上 也不能轻易 也不能轻易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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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轻易到我的认真 也不能轻易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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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祢请到我的赞美 我请到我的爱 向祢请到我的赞美 向祢请到我的爱 向祢请到我的赞美 我请到我的爱 向祢请到我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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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请到我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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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今天祢好想再一次的呼召我们回到异想的里面 祢要让头发重新长出来 祢 ad esa format 祢请到我的赞美 祢可以与我的赞美 新的时代 新的眼光 新的歌 新的耐力 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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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感觉到神在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说 凡从圣灵生的 凡从圣灵生的 我要告诉你 这个复兴的火不是人点燃的 这个复兴的火 不是人的热情 也不是人的意思 也不是任何人能够操纵的 可是神在对我们说凡从圣灵生的 当刚我们在灵里面敬拜 灵里面祷告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神说凡从圣灵生的 那个是超自然的 那个是神的意念 神的意思在那个当中 那是人的手不能够去触碰 那是人的手不能够去操弄的 只有完全的降伏在神的面前 说神我愿意成为那个器皿 从我的里面 从我的灵里面 生出主你要生出的东西 圣灵求你进到我的里面 在我的灵里面 生出你要生出来的东西 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我的教会的里面 在这个世代年轻人的当中 阿爸我们一起同神开口 在我们的灵里面来上神 来呼求来祷告 我们企圣 experienced 我震 installation 我们企圣被不能连 那是黑灵蒙 设方都在传想 都在中国 在韩读世界军 都在 simplicity 不知道什么 承知 最能心化 中以前是全面胖病人们 这elf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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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后开就满大后 开就满驾 这一道辟教 Jeez 我��하면20大驶快和长驶快 我命令 king 我命令你快不停 我命令云快ising Zither Harp 我领神主 我随后听一声来追求 我领神主 无人能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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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祢能莫照我领神主 我领神主 我随后听一声来追求 噢主 无人能向祢 噢主 无人能向祢 无人能向祢 唯有祢能莫照我的神主 噢主 无人能向祢 噢主 无人能向祢 让我们轻轻的来对神唱 无人能向祢 你来告诉祢 会有祢能莫照我的灵神主 噢主 无人能向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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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主 无人能向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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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能向祢 仍君子 传统 噢主 感谢观看 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我感谢 因为你定义在台湾 兴起拿袭而人 你定义在 年轻时代中 兴起拿袭而人 是那些专心跟随你 不计任何代价 毫无保留 全然献上的百姓 为了你 为了你对这个国家的 护照跟命定 他们甘心牺牲自己 父神我们向你来祷告 祝你继续工作 在你的百姓中间 知道你的荣耀 遍满全体 祝你继续来练进 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二十一天的 禁食当中 我们一起来领受 重生来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主让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 二十一天的禁食 主让我们经历一个 更深的对峙 跟更大的突破 也让我们在二十一天之后 继续与你的灵同行 感谢你耶稣祷告 奉靠绝处的圣灵 阿们 阿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 阿们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 不知情 让我走向 你的身旁 天尽你 主啊我可无需 求你 我心满意 耶稣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 对你的爱和思念 不知情 让我走向 你的身旁 在你 有什么 heaven的事 对我心满意 尽量 对我心满意 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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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生命迷失 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在这里耶稣说 我要淡淡来爱慕你 耶稣 我要淡淡来爱慕你 耶稣 我要淡淡来爱慕你 请到我的生命迷失 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你 你我心 我心满意 耶稣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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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陪的 对你的爱和思念 我心满意 你的身旁 你的身旁 貼近你 我心满意 我今天看见我们今天的祷告 在21天的祷告当中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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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出摸你的新 作曲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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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我们真的相信在接下来的七天 在这最后二十一天的 主要 最后的这几天的当中 主要祢要亲自 圣灵祢要亲自来做 远超过我们所求所向的工作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 在祢的教会当中 主我们也要看见 当祢的教会更多兴起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更多的贴近祢的心意 我们也渴望看见在地如在天 主要在台湾 主要在中华民国 在这块土地的上面 主祢成就祢的心意 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 我们赞美祢 愿意切所有的荣耀淡淡地归给祢 保告奉靠出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开始把祝福掌声荣耀给我们的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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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让我们 六姐妹 记得 下个礼拜二 三 四 跟着教会 跟着全台湾众教会 我们一起用三天的禁食来结束 这二十一天的禁食 三天 专注这三天 我相信神要接着这三天 祝福你 也祝福这个国家 阿们 把时间交给大家 阿们 好不好 跟你旁边说 让我们成为寻求主面的族群 我真的要鼓励 亲爱的家人 不知道今天在这样的信息当中 是不是圣灵也在你的里面 与你在对话 好像勋真牧师 邀请我们来到台前的时候 愿圣灵来更多的炼禁我们的时候 不知道在你的里面 当你遇见那一位呼召你的主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渴望 就像那个诗歌一直在说 我向你献上我的赞美 我向你倾倒我的爱慕 好像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可能会觉得 主啊 你是圣洁 但是我们的里面真的有好多不圣洁 有好多在你的面前是需要悔改的地方 我们可能在那个地方 我们会觉得主啊 我该怎么办 我希望自己更深的爱你 更深的被炼禁 更渴望圣洁 主啊 我们永远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 努力 甚至是宗教的行动聚会 我们就圣洁 主啊 你对我们说怜悯是向审判夸圣 主啊 孩子深深的感受到 你用怜悯在关注在回应那些真实悔改在你面前的心 主啊 你说你用你的恩慈令我们悔改 主啊 但愿在这禁食祷告的中间我们不是活在定罪和挫败的当中 我们乃是注视者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上十架的那一份大能大力 以及深深的爱的里面 主啊 主啊 我也要奉你的名祝福献上的家人 好像你知道当彼得他出卖耶稣的时候 再一次他看见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是对他说 你吃过早餐了吗 我感受到耶稣再一次用他恩慈的眼神 神看着我们 他知道我们乐意悔改 盼望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 家人们在这个禁食祷告中 我们更深的经历 因着他的恩慈领我们悔改 因着他的怜悯 带我们从审判当中出来 真实的与他对齐 领受从他而来的生命 但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献上的家人 继续的来在这盛夏的一周中 进到祷告的当中 再来的礼拜一 礼拜二 礼一二三的晚上 在宣教大楼仍然有同心追求的祷告会 那23日也就是下周的联合崇拜 会结合青年祷告大会 然后会在宣教大楼聚会 如果线上的家人在大台北地区时间许可 欢迎你可以回来一起参与这个祷告会 那24日最后一天也有一个 为国家的祷告会 欢迎家人们可以预备心参加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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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